棒球场上的多位风云人物来自花莲 因此花莲也被称为棒球王国 不过几年来基层棒球运动因为缺乏资金 学生没有场地和设备练球 花莲的青少棒和少棒成绩 逐渐消失在竞赛榜单当中 过去花莲曾经孕育出 曹锦辉和陈毅信等选手 现在当地也开始思考振兴基层的行动 希望能够重拾棒球实力 飞棒初级 卖力跑累 有棒球王国支撑的花莲 从日治时期就开始郁郁棒球人才 场上发光发热的好手 包含台湾首位美国大联盟投手曹锦辉 国内职棒明星陈毅信 都是来自花莲 成为职棒选手是部分当地学童们的梦想 你的偶像是谁 周志祺 王建民 去大联盟 还有哪 到夹职园 你想去夹职园 为什么又是打职棒 可以赚钱 然而资金缺乏 学校要撑起球队并不容易 花莲少棒逐渐消失在竞赛的榜单里 像是2009年 侏罗山国际绍棒邀请赛 创下当时赛史最多球队参加 却独缺花莲出赛 不久前全国关怀杯棒球赛 也只有玉里高中拿到轻棒组第三名 轻绍棒绍棒全局覆没 直击玉里高中汉瑞岁国小 看到了破旧不堪的手套 无力更新 棒球坏了就重新捆布 补补缝缝之后继续投职 这个都是坏掉的 这还在用吗这些球棒 这个非棒用 这颜色不一样 这个一定是两个手套 一个手套坏 两个手套都坏掉了 把他拉钻过来这边 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用 有教练指出照顾一支学生棒球队 每年至少要花百万元 但政府补助的经费有限 往往都是教练或家长 必须自掏腰包 或是向民间筹措金钱 都上网了 然后就把你球队的现况 用成照片文字来做一个 给外界的一个一个 去导览的一个一个讯息 在宜兰也有类似的问题 打棒球过于耗财 球鞋用了两个礼拜 就破成开口笑 有的学生索性随便练习 降低鞋子的破损率 穿两个礼拜就坏掉 那时候已经丢掉了 丢掉了 那时候好像还有跟家里讨价 不敢跟家里讲 然后就硬穿 硬穿 然后就 就看谁有鞋子就先拿去穿 为了振兴棒球荣景 有家长愿意每周轮班 到学校逐晚餐 给练习棒球的孩子补充营养 为他们增加士气 而光复国小的教练 更直接把体育器材室 当做厨房 做菜给孩子 吸引他们练完球 晚上还可以留校读书 兼顾练球和课业 有教练认为 复兴棒球还是有方法 例如打破学校建制 直接朝社区形态 成立球队 集训喜爱打棒球的孩子 就能资源集中 台湾的棒球之路走得艰辛 身为摇篮的东部地区 需要更多的关怀和投资 才有足够的南水 鼓韵年轻一代的球员 帮忙吗 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中 会 里面